比特币价格微微下滑 BR420又迎来一波新的叙事 现在抄底你敢不敢呢 PYUSD半年市值过亿 数大招风 这不SEC踢着刀来了 最大的DOW工具提供商宣布解散 DOW的概念是不是要崩盘了呢 现在到底是不是买入比特币的最好时机 微策略的股票优于比特币ETF FTX诈骗案终于落锤了 SBF怕是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11月3号星期五 B联合在 我是Michael 我们来看数据 今天中午12点 比特币价格是在34,660美金附近来浮动的 昨天晚上是一波拉升之后突然的一波下跌 从4小时级别来看 这一波的价格震荡区间突破之后 12小时又很快的跌了回来 这很明确是一个假突破的一个行为 而下方我们看小时级别 是走出来一个上升趋势线的 假如说这根上升趋势线被跌破的话 那我们很有可能在33,300附近 能买到超低的点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BRC20的市场 昨天UNYSET是推出了swap功能的 这直接导致了BRC20代币 在昨天24小时普遍的一个涨幅 首先是SETS这个代币 24小时涨幅是120% 突破了1亿美金的市值了 正是超过了ordi成为了BRC的龙头代币 除此之外小柄BTS涨幅也不错 24小时涨了90% 接近一倍 NTTTT24小时涨了993% Hawk24小时涨幅是2400% BRC20市场的火热说明 这个比特币的生态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了 虽然说目前BRC20市场确实没有以太坊那么繁荣 但是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波牛市的推动力了 所以BRC20已经从最初的看不懂不看好 变成了必须参与的标的了 你手上有哪些BRC20代币呢 不妨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最近两大机构同时发布了他们Q3的季度财报 一个是Coinbase 一个是Block 我们来看一下Coinbase Q3的营收是6.741亿美元 环境下降4.7% 那Coin这个股票调整之后的每股亏损是0.01美元 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测 另外方面第三季度存交总量是761亿美元 低于预期的801亿美元 总体而言Coinbase的Q3是不如预期的 而Block的Q3财报数据显示 公司的净收入是56.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4% 其中Cash App的比特币销售收入是24.2亿美元 同比增长37% 比特币的毛利润是4500万美元 同比增长22% 所以Block表示比特币的收入和毛利润同时增长 是由比特币的价格上涨和销量增加同时推动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Block在这一轮的比特币大涨当中是收益匪浅的 如果比特币继续上涨的话 相信Coinbase和Block Q4的财报应该不会太难看 好 今天点赞 我们来帮您树立24小时 您必须关注的加密赛道的新闻 PYUSD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这是PayPal今年推出的加密的稳定币 这个稳定币上线就主打合规 出身就是符合监管的 所以由于它是全球最合规的稳定币 几个月市值 PYUSD就到了1.58亿美元 而且为了满足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要求 PayPal在10月31号已经注册成为了英国的加密货币服务提供商 可以获准从事加密货币的服务活动 也就是说只要PayPal遵守FCA的反洗钱规定 那么就可以对想要进入加密赛道的新手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入口 这后面是一个4亿的用户体量 所以不能想象PayPal这一局大旗步的是非常的顺风顺水 不过大家要知道这背后有谁 SEC对吧 管你合规不合规 SEC出手了 据路透社报道 PayPal在今年11月1号收到了SEC执法部门的传票 要求其提供与PYUSD发行相关的文件 传票要求PayPal提供与其发行的稳定币相关的所有文件和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计划运营情况风险评估等 PayPal在回应传票时表示 他们正在与SEC合作提供所需的信息和文件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给PayPal发了传票不代表SEC就会要起诉PayPal 因为SEC经常对各种机构会发出这个传票 这是基本上它的标准程序 就相当于告诉你说我盯着你呢 你做好给我老实点 就这意思啊 特别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到体量超过上亿美金的市值公司 那不得好好盯着是吧 适当的时机我们还能捞点罚单款对吧 那通常机构的反应呢就是提供相应的文件 来强调自己并没有违法 这不代表就会面临诉讼 那这次在越南呢 又和很多美国来的这个越南的KOL有一些交流哈 那现在美国的加密的气氛呢是非常肃杀的 很多的美国的同行都已经迁移到了亚洲了 所以越南和这个中东地区 应该会是下一轮web3爆发的一个基础点 没有错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DAO的这个发展 DAO呢被大家称作叫去中心化的自制组织 在21年是非常火的 那2022年大家说是一个DAO的元年 但是DAO的组织发展呢一直不是太好 特别是为DAO提供工具的一些这个服务方或者项目方呢 并不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路子 大家知道DAO是什么 就是要把权力还给所有的DAO的参与者 是要拔掉以前那种公司化的智力模型的 所以当大众都拿到权力的时候 那盈利模式你也必须符合web3 必须要把所有的投票权 盈利权和监督权都还给所有的参与者 所以作为DAO的组织来讲 想要赚钱是非常难的 那最近呢有一家DAO的组织就倒闭了 它就是Aragon 据官方消息 Aragon协会宣布解散 将允许所有ANT持有者 将他们的ANT兑换成ETH 代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每ANT0.0025376ETH的固定汇率 将其ANT兑换为ETH Aragon为此已在以太坊主网上 部署了86343枚ETH的赎回合约 剩余资金将用于产品开发 协会表示 由于法律限制 特别是代币投机和市场操纵 引发的监管风险 这一决定无法进行公众投票 但考虑了Aragon治理论坛的意见 目前市场上有许多DAO组织 包括Stargate DAO Arbitrum GetCoin等 在我看来DAO的问题在哪呢 大家知道DAO叫自治组织 治是我觉得这句话里面的重点关键字 那么如何参与治理 这是DAO的一个诉求所在 可是大部分参与人呢 他只是想来这里面赚钱的 高价卖出是他的诉求 治不治理 他投不投票 对他来讲无感 所以如果把每一个代币都代表一份票的话 那么要想完成所谓的全民主 那是非常难的 所以在我看来DAO要发展好 必须得有一个非常优质的治理模型 来解决大家投票 或者说达成共识这个问题 这样才能够促进DAO的组织 把权力寄还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行使你的投票权 又不影响社区的正常的发展 Michael Saylor 弱水三千 我只取比特币一种 就算比特币的ETF再火热 也入不了他的发言 SPF一直不认罪 一直极限甩锅 后面有100多年的牢狱生活等着你呢 其实每一年呢 不管比特币涨到多少 都有各路媒体来唱空比特币 说他是空气 说他割酒塞 说他资产不安全等等 但是我们来用数据来说一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这个投资回报指数 和传统的股票投资指数相比 有哪些区别 那从2011年我们算到2023年 比特币的投资回报率达到多少呢 11278倍 这相当于年回报率 平均到年的话是147.5% 我们再看一下美股的纳斯达克 100指数从2011年到现在为止涨了6.13倍 美国大盘是涨了3.15倍 所以几种资产表现下来 比特币的盈利率或回报率是显而易见的 那经期呢 美股开始涨了 比特币也冲高到3万6之后开始回落了 那这一波的震荡当中呢 美国的上市公司MicroStrategy创始人 Michael Saylor这个死多头 接受了CNBC的访问 对于比特币的未来 他怎么看呢 我们来听一下 微策略近期仍持续加码比特币 自第二季末以来 一亿1.6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6067个比特币 截至2023年10月31号 微策略总共持有158400个比特币 而昨日虽然比特币小幅下跌1.48% 但微策略随着整体美股的大涨 收涨6.32% 来到453.63美元 今年迄今已涨211% 目前市场对比特币ETF期待值满满 那么一直只对比特币情有独钟的Michael Saylor 又是怎么看呢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help It's going to accelerate adoption and it's also going to accelerate institutional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efforts of Wall Street to teach the 99% of the investors that don't know about bitcoin what it's all about MicroStrategy's aredim atenated offering I think spot betweenETF is a great thing for investors but we don't charge a fee we use intelligent leverage and we can generate to tax deferred bitcoin premium for our investors so for people that are really long term bulls on bitcoin we represent a pretty attractive option or alternative to a spot bitcoin etf 你要知道Michael Saylor这个死多头可不是浪得虚名 就是在前两年雄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Michael strategy他的股票 mstr也是上涨了242%的三年时间涨了两倍多 所以说他的这一波投资不但自己赚到了 也让很多的股民跟着他一起赚钱了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套个近乎 我觉得我们和Michael Saylor是同好 他在华尔街金融大额当中去布道 在资本圈布道 我们向web2的同学们 向小白们去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公平的赛道 持有比特币可以让你在财富上面 迅速的达到一个跃升 你想想我们这10年时间说不涨不了1万倍的话 涨1000倍总还是可以的 所以只要您持有比特币 您就必须要为它去布道 您看人巴菲特 人家就踏踏实实的布道股票 布道传统资产 布道美金的价值 我们作为比特币的信仰者和持有者 为什么不去讲它呢 开个玩笑说 我们布道道有一天这个广场舞的大妈 都跟你说小伙子买点比特币 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功高成了 我们就得卖了 您觉得呢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审判之后 法院的12名陪审团经济裁定 已经破产的交易所FTX的创始人 SBF7项金融罪名全部成立 这一判决标志的历史上 可能最大的金融诈骗案要落下帷幕了 在法庭上面看到 SBF失去了往日的固执 在法庭上的表情是非常的沮丧的 双手紧握在一起显得非常的窘迫 至于怎么量刑呢 在明年的3月28号将进行公开的一个审判 那么现在来看呢 情况基本上是尘埃落定了 但是关多久或者是罚多少 要到明年3月份才会有定论 SBF被指控的罪名包括 对FTX客户实施电汇诈骗 与他人共谋对FTX客户实施电汇诈骗 对Elementa Research的借款人实施电汇诈骗 与他人共谋对Elementa Research的借款人实施电汇诈骗 与他人共谋对FTX投资者实施证券诈骗 与他人共谋对FTX客户实施商品诈骗 以及与他人共谋洗钱 隐匿对FTX客户实施电汇诈骗的收入 根据联邦量刑指南的最高刑期计算 如果SBF被定罪的七项罪名全部成立 总刑期将高达115年 总的来说呢 这个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 恶人终于受到了惩罚 那未来他的家族会不会在保外就医等等 玩很多花活 那未来我们再看 那回顾FTX整个历程呢 其实有很多次的机会 是可以避免这种悲剧重演的 我个人在FTX里面损失是5点多个比特币 那么你的损失有多少呢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把您的损失写出来 来警示大家 使用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风险 所有的中心化交易所的风险都是一样的 OpenSea Pro宣布已在Polygon上线 并且通过集成区块链户操作协议Socket 支持在以太坊和Polygon上 跨链兑换资产 链上新代平台Huma宣布已部署Silo Huma将把跨境支付流动性平台Gia 引入Silo 在肯尼亚和菲律宾等新兴市场 为小企业提供链上贷款 模块化L2协议LearN 宣布获得Blackpoint战略投资 该团队表示 这项投资标志者LearN 正式进入亚洲市场 旨在扩展该地区可用的原生Wear3产品 据官方博文 德国电信加入Lear1 隐私增强区块链AlphaZero的验证者网络 德国电信验证节点 已经可以在链上识别 将从下一个版本开始验证主网 据官方消息 Orderly Omgene已在主网上线 此外第一个金库 现已在Arbitrum主网上线 记住Orderly Omgene 构建者将有能力创建跨链DAPP 交易者无需跨链桥 就可以体验全链交易 昨天的大家问到说 如果比特币的期货ETF通过之后 为什么没有对价格有直接的拉动作用 而现货ETF会直接的带动 比特币的价格上涨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比特币的现货ETF 就是直接持有比特币本身 所以现货ETF的价格就是比特币的价格 两者之间是直接相关的 如果你购买的是比特币的期货ETF 那么这种资产是不直接购买比特币的 期货ETF它是投资的是比特币的期货合约 那么期货合约意思就是 你可以在未来指定一个时间 指定一个价格去购买比特币的协议 它赌的是未来的价格的走势 所以这两者之间在它的资产不一样 它的对价格的影响因素不一样 它的流动性也不一样 那么未来的风险敞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比特币的现货ETF能够直接的带来 资金的流入和最直接的买盘 所以它会对比特币的价格有直接的拉动作用 好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节目以24小时为单位 帮您分析和梳理当前加密赛道 您不能或缺的新闻 大项目的小事情 小项目的大事情我们都会关注 那也欢迎您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我们希望和你在牛市当中保持冷静 一起慢慢变有钱 这里有会员权益可以看一下 明天见